失去了你也始终活的 一个人孤单未尝不可 我怀疑 temps 练习中国传统武术套路的目的 目的就是为了把自己的身体练得非常的松软 关节能够打开 这样你的击打的力度速度非常的强悍 力度也非常的霸道 这才是我们练习中国传统武术的主要目的 套路的目的 当然如果你这个套路练得非常柔美 非常优美 这个就是没有一定的力度感 这就是属于花圆绣腿 所以说中国功夫一定要具有一定的力度感